到了中国大陆 当你搭飞机 进入中国大陆 把整个从南到北 这样看了一遍 你会看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 就这样矗立在这个地球的表面 而且是如此的巨大 坦白说这个对欧洲人来说 你不去亲眼看 你不会了解 说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我们台湾广大的民众 如果再不去大陆 去搭飞机到处去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真的会 很多人会真的会变成经理之娃 不了解中国大陆的 这种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的发展 我们的台北现在在大陆 也不过就是一个中型城市而已 数百个城市中的一个 那中国的十几个大城市 那规模之大 所以我觉得 风德莱恩去了一趟回来以后 我觉得他的眼界开了 他的态度跟想法有一些转变 他原来是仇宗反忠到入股的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已经发现说 你不得不承认 大陆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了 验行理论当然讲得很明白了 大陆不只是经济体 它的科技 文明 文化的发展 会成为验行 那么很多的这些发展中的国家 会跟着中国这样一直走 这叫验行理论 这一定是会发生的事情 这已经不再是去 你去唱衰 大陆就可以自我满足 像AQ一样 这个裤脚这样拉直 就觉得自己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人了 这样的一种 或是头发 摸一摸以后 拿个口水沾一沾以后 自己就变成另外一种高贵的人 我就不能够再活在这个AQ的情况 欧洲人没落了 衰败了 这是不得不去承认 还维持一个姿态 简直是有点可笑 现在最可笑的地方是在美国 叶伦明明是有求于中国大陆 一直渴望的希望到中国大陆去 要跟大陆谈 拜托公债不要再卖了 然后要跟大陆谈 说不要再把美元换成黄金 然后再把黄金搬回中国大陆本土 明明你是有求 姿态还是要把这样子 然后关税还是不肯降 然后他的商务部部长 当然不是叶伦的商务部部长 他的同事还一直限制这个 限制那个 对中国大陆来讲 把美国擦掉 对中国大陆没有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中国 中国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陆现在事实上一直在减少 对跟美国之间的各种关系 不管是留学生 科技合作 经济合作 文化各方面的合作 其实一直在减低 不是说归零 而是一直在下降 那这个代表 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事实上一直在衰败 衰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布林肯还要气急败坏的 还要说的一些 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话 你中国必须必须必须 我用三个必须 这是我强化语气 你必须要表达你的诚意 要跟我讲话的诚意 这很怪吧 各位观众朋友 你看布林肯讲的话是 中国大陆必须表现出 跟美国保持接触的意愿 你必须要跟我接触 你不跟我接触 你就是坏蛋 这很奇怪 这个布林肯已经到了 我觉得他的逻辑 已经出问题了 语意也出问题了 我觉得他气急败坏 他真的是束手无策 然后他到越南去 还被羞辱 您看布林肯 跟岸田文雄会面的时候 一个也是日本的领导人 两边后面都各差 一个日本旗跟美国旗 可是他去跟越南的 政府首长见面的时候 人家就是不给你插旗子 而范明镇的后面 就插了越南旗 公然的就是羞辱你 布林肯还要陪笑脸 我觉得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回归现实吧 你知道昨天在上海 有上海车展 它已经是全世界 现在最大的车展 有超过一千家 整车跟零件的公司参加 一百五十款的新车 中间有一百款是世界首发 然后已经呈现的是 我看的是美国 日本 包含德国的媒体 都在报道 尤其日本的报道 在自我检讨 像是Honda Toyota 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每况愈下 这前三个月已经是减少了 将近有两成到三成 特别是中国大陆去年 两千八百多万辆的 这个车辆出售 大概中间有六百多万辆 是电动车 那这个电动车 其实就变成全球的行销 这样提出来什么未来 仰望 仰望是比亚迪的 那个新的牌子 我们这些东西 在台湾都看不到 都是那两千四百五十五项目 里面被禁止的 贸易壁垒 然后同时我们看看 IMF又在做新一波的 重新的估量 整个2023年 今年的经济成长 中国已经破五点 就上一次讲五点二 这一次可能会突破五点二 美国上一次讲一点四 世界银行后来最新的发表 是0.9 一都不到 整个欧洲 法国最高 0.7 德国呢 0.1 俄罗斯在战争中 还有0.3 但是哪些国家在发展呢 很有趣味 中国东南亚 中亚 还有中东和北非 一些国家 也就是大概是 你看到中国大陆 比较大比的进入 这个一带一路 基础建设 投资的这些国家 我大概看了一下 其实 它的经济成长 都在二跟三 甚至到五以上 中间那个澳门最高了 百分之五十六 不过因为大概是 我也跟观光业回来 所以 也就是说 在差不多三五年前 疫情前 就有英国的这个经济 这个研究所预测 28年 2028到2030 中国的总体GDP 会超越美国 去年美国大概是 24左右 24兆 那中国大概是 19兆左右 已经是接近 80%的边缘 但你要不要忘记 去年因为美元的升值 所以事实上 这个又数字不太一样 以这样子的进度 以这样子的进度 很清楚 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叫做FDI FDI去年 中国大陆一整年 外国来 这个中国的 直接投资 也就不是买 什么股市会市的 直接投资在工厂的 FDI 1800亿美元 比前年 多了大概有8% 而今年一到二月 两个月已经400亿美元 所以什么 我就用这些数字来证明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 这个重心 这已经是很清楚 而且它背后支撑的 这种汽车 科技的这个力量 是非常强劲 不是我们在台湾这边 把所有产品都禁掉 都可以了解的 对 我觉得很关键是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历史 在中美竞争来看的话 我觉得未来20年 甚至短着10年 就是一个关键 那对美国来说 它是个既有霸权 守成霸权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 就是个上升中的大国 那最后就是三种可能性 一个是美国维持 现在的地位 领导地位 全球影响力 还是第一名 第二个就是 美中之间 某种程度是合作的 协调的 共治 美中共治 比较好的结果 第三种就是 美国不希望见到的 就是中国大陆 完全取代 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只有这三种可能性而已 那回到比较近期的一些事情 刚讲到 中美之间可不可能 短期之内恢复这个联系 布林肯一直在讲这个 那我觉得这就非常有趣 我还蛮同意 就是现在是谁 比较需要谁 谁比较能够沉住气 还有就是说 这个球在谁身上 谁比较具有主动性 我觉得看起来是 中国大陆是稍微 暂时占有上风的 因为很明显 目前中国大陆 已读不回的两个事情 一个是拜登要通话 跟习近平 第二是布林肯说 我要去 因为气球事件 只是短期的波测 我还是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这个就是被冷处理 那第三就是刚讲的 商务部长雷蒙多 跟财政部长叶伦 我觉得机会稍微大一些些 但连这么单纯的事情 其实都还没有敲定 这后面就是一夜之囚 我们回顾一下 很简单讲 1979年 当北京跟华府 建立外交关系 一直到2018年 川普就任第二年 这么长的历史里面 美中吵不吵架 吵架 但总体来看 我认为是 进两步退一步 吵什么 我们很熟知一提 什么贸易失衡 人民币的升值 吵台湾 军售 西藏 都吵架 但从2018年之后 我的感觉是 短短五六年变成 退两步才能够进一步 或是退三步才能进一步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有点像是 比较零和了 你一死我活 双方无所不用其极去 巩固我的领导地位 或是我想要取代你的地位 这个就是目前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美中关系 而且最惨的地方是 制式的管道 固定的对话管道 已经没有了 从军事上 美国最在乎的 因为他最怕插枪走火 最不希望因为台湾议题 打场战争 这几个机制 基本上断光光 都没有恢复的迹象 所以回到一句老话 就是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我个人觉得 李尚福在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三月底 习近平去访问莫斯科之后 隔了两个多礼拜 再去莫斯科 一方面是当时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 在跟俄罗斯的互动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那就是针对 俄乌战争的劝和促谈 所以有一部分的原因 我猜想是认为 要降低中俄之间 军事上的这种互动 因为美国都在盯着 这个东西的嘛 对不对 可是中俄的军事战略合作 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了 所以两个多礼拜之后 李尚福亲自来 来表达说 中俄的军事战略的重要性 因为同时你看到 中国大陆 这个测试 这个陆基中断反导的技术 以及东风27号 27的这样子的一个 新型的飞弹的发展 那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在和美国 俄罗斯中国之间 他们这种大国的 这种战略竞争 这就是核武了 核武跟相关的载具 跟技术的竞争 中国有400枚 俄罗斯有5800枚 美国5200枚 所以对中国而言 数字当然不重要 但是它会有 这种嚇阻的效应 400加5800 当然抗拒这个5200的美国 当然是有它的优势 同时在技术上不断的强化 当然我也觉得 同一个时间 美国不断的说 奥斯丁 美国的国防部长说 李尚福 你还跟我通电话 这个布林肯一样 等你来电 可是你在制裁着李尚福 2018年到现在 因为李尚福那个时候 是装备部长 你先把这个制裁拿掉 如果真的想要 中美之间的军事通话 我觉得通话很重要 尤其对台海的这个形势 你要不要插枪走火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如果是要给人家通话 你先把你的 这个对人家的制裁 那个制裁不是他个人 是当时中国大陆 去买俄罗斯的武器 他是装备部长 你也不敢制裁别人部长 也不敢制裁 你制裁这个装备部长 没想到有一天 他做了国防部长 对不对 那他同样的情况 后来也就是制裁印度 跟这个土耳其 也就是买俄罗斯的这个武器 现在很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 也都是说中国科技企业跟解放军有连结 为什么 因为美国制裁解放军 那各位就了解了 其实这个东西通通串在一起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他去增加军事互信 你当然是不是先表达诚意 不要在那隔空放话 那这个时候你放上福到了 就是莫斯科跟邵逸古见面 当然就顶着你 你如果要跟我谈 那你要先表达诚意 不然我就先跟邵逸古谈 我觉得美国跟欧盟一直想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 那现在欧盟采用的手段 您看到欧盟的这个风德莱恩 甚至他的外长 还有连德国的外长 都在强调一件事 特别是欧盟的外长 他说我们欧洲跟你们中国有三种关系 合作竞争跟对抗 你要哪一种 也就是你要选择欧洲用什么态度来对你 那你就先告诉我 你怎么去跟俄国的关系划清界限 支持我们跟我们站队 再支持乌克兰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朋友 有没有居高临下的这种感觉 这种还是一个没落的一个欧洲人 然后总体国力已经弱了 然后各方面都已经不行了 还要摆出那个姿态 摆出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而中国也不用用打口水战 李尚服直接应邀 应邀到俄罗斯去访问 其实行动就直接打脸美国欧盟 说你们使得这个心 中国不会掉入你们的陷阱 中俄的背靠背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这一次的访问中 您也看到普丁在最短的时间内 马上就跟李尚服也会面了 中间有谈到军事贸易的合作 也有谈到军事科技的合作 李尚服还有到军校去参观 也就是两边的两国的军校交换生的合作 看起来也会进行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扩大联合巡航 以及联合军演 所以未来中俄之间在日本环岛 环了日本的全岛进行战略的 跟威责性的联合巡航 这个比重会加强 在日本海甚至在俄赫克海 这个地方举行联合演习 我觉得那个频率跟强度也会扩大 未来不排除中国受俄国的邀请 在俄国在海外有军事基地的地方 不管是在于黑海 地中海 或者是在于其他的地区 那么联合的到那个地方去举行军演的可能性 我觉得都会出现 那目前这个秦刚努力的要去斡旋 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如果能成功的话 中国的影响力那不得了 最后一点 我一开始我就不相信 那个21岁的国民警卫队的大兵 可以拿到这么高机密资料的东西 一定有人为他 那个人到底是谁 对 我也很同意 因为这个事件其实 我觉得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就是 21岁阶级这么低 这么年轻 你的机密的等级 跟你的权限在哪里 而且你拿东西是照相的东西 然后散布在媒体上面 网络上面 然后有人就写是说 他只是为了向年轻人同侪 来显一下 说你看我手上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而你们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是 FBI这么厉害 因为他说 因为这个事情老实说 从1月2月就出来了 那到最后FBI说 FBI说他监控了这个 嫌犯谢泰拉 亲友5天 5天之后就收网 收网就行动 然后很快 很申诉 还把他送 让他出庭收审 那如果你有这么样的能力的话 应该这个事情早就已经把他这个洞堵住 这是两个 那我觉得还有两个地方是尴尬的 第一个尴尬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美国从国会到行政部门 意思是说 TikTok 你的这个泄密 如何如何去做监控 那想不到现在是 马斯克讲说 原来推特我们有办法去监控私疗 再加上这个事件 那意思是说 祸起消强不是吗 我们如果说 国安机密有破洞 可这破洞 居然结果不是来自其他地方 而是在自己 自己的范围里面 第二个尴尬就是 里面牵涉到一些美国对于盟友 伙伴的长期的监视 其实这些应该都不是新鲜事 那这次特别举出来 联合国是很尴尬 一开始媒体也在询问他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联合国 发言人的回话是 几乎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回应 这是一个 第二现在又扯出 还有像是墨西哥 还有韩国 韩国的总统 马上要去美国做国事访问 但这事情出来之后 只好大家就把这事情淡化 说不影响美韩的情谊 而且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第一次 我们再回顾一下 大概在2013年 当时美国是欧巴马政府 我们如果印象还在的话 德国媒体率先披露说 美国从九一事件之后 监控德国总理长达11年 这是晴天披露的事情 当时的美克尔的反应是 他要直接向欧巴马问清楚 山东舰尼米之号 在台湾的东岸 西太平洋的这样子的一个 交错 对峙 落跑 Whatever OK 也就是在演习前跟演习时 同时出现在台湾的东岸 跟西太平洋 这代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 航空母舰 在台海的军事议题上 同时出现 而山东舰就位置 开始进行演习 尼米之号 好吧 我们讲 拉开距离 可以理解了 拉开距离 因为他们大概相距有200海里 你要知道 尼米之号上面是90 大概可以装载98架战斗机 山东舰是44架 但是这个殲-15 在那一次的演习当中 有起飞 有挂弹起飞 所以当它挂弹起飞的时候 其实这个殲-15的航行半径 是什么 飞航半径 将近800海里 也就是说 它其实飞出去 800海里飞回来 它不需要加油 可以着陆在 就是着陆在山东舰上 你当然距离 如果只有200海里的时候 当对方开始演习的时候 它拉开距离 好吧 我们就这样理解 以避免彼此的误解 但是这个最 第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 两个不同的航空母舰 在西太平洋 然后在演习事件当中 同时存在 这等于是 中美的航空母舰 同时存在 台海的军事的议题当中 这第一点的 这个战略上的意义 第二点战略上的意义 其实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是山东舰代表的对于 就是美方军舰进入到 可能台海军事冲突范围之内的 区域巨址的表现 而这个区域巨址 也就是说 山东舰针对是 来自于外方 可能是美国在日本的基地 也可能是这个 官岛 甚至可能就是一直 把这个西太平洋视为它的 巡航的范围的尼米之舰 把它给作为一个就是 所谓的区域巨址 然后呢 区域的反介路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忘记 其实同时在 中国大陆沿岸 这种陆基为主的 东风26 东风21 东风17 现在美国的军事的机密 呈现还有东风27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舰上 以及就是 飞机上发射的 英级17 英级17 东风17 以及东风27 这都是极音速的 也都是大概八马赫 它可以在有效 从1500到5000的范围之内 也大概就是说 第一导链到第二导链中间 可以完全的赫阻 所以当一个山东舰 好像共母舰摆在这边 几个不同层面的导弹 这样子表示一个 这个区域如果发生 台海的冲突的时候 航空我们舰在这 几层的导弹 这就是一个区域巨址 因此 你们之间怎么办呢 那只有 所谓拉开距离 落跑了 那不是落跑是什么呢 对不对 当然不可以欢迎美国 所以不能说它是落跑 那可以再改用一个词 叫转进 转进 转进 这是 当我们国军 从大陆转进来台 这叫转进 这个有 转进日本 我们在军方里面常用的语言 就是转进 我想借这机会跟各位介绍一下当前的一个情况 G7在召开的时候 美国同时办了三场军演 一个是在印度 跟印度在西孟加拉这个州 在中国的边界举行大规模的空战的演练 然后跟菲律宾举行 这个11天的肩并肩的军演 然后在东北 在韩国的南方 跟日本 韩国 美国举行空战的演练 一天接的 那就是大规模的美韩的军演 都在这个时间 就在G7 美国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是在给中国大陆威慈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七个国家团结在一起 我有这么强大的军力 我可以遏制你 所以你一定要站出来跟我讲话 不讲话 我就修理你 这个部分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到戏剧性的变化就出现了 第一个就是您注意到了 就是三东舰接近了尼米兹 那接近尼米兹的时候 按照尼米兹的舰载机的数量 是比三东舰的舰载机的数量大 那理论上讲的话 那三东舰 尼米兹应该是具有比较大的优势 三东舰应该处于比较大的劣势 因为一个几十架 七八十架战机 一个二三十架战机 这差那么多的情形下的话 那理论上讲 三东舰应该不利的 可是三东舰往这个尼米兹接近 其实对于中国的航母来讲 他在演练 接近你美国航母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情况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他知道如果他对于三东舰有不友善的一个动作出现的话 他相当有可能就会被中国的区域拒止 也就是东风二十一击沉的几率很高 所以美国的尼米兹一方面不想被中国获得太多的军事情报 二方面又不想对于中国的三东舰有一些威胁 然后自己本身也被威胁被锁定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看到双方在那个地方打算了一段时间以后 美国脱离了接触线 往菲律宾兼并兵兼的海域开始在进行的巡逸 那就是在南海这个海域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在南海这个地方 举行围棋三十八天的这个实弹设计 这个都是有资料可循 而在美国脱离接触线以后 我们看到三东舰开始往关岛的方向移动 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是中方向美方释放出一个强大的讯息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 你的尼米兹号到我南海来 我的三东舰就到你关岛去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三东舰是完全可以攻打到关岛 除了过去是用轰6K 现在航母已经可以打到关岛了 我觉得这个是向美国展现出 中国在海空军的战力 已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对啊 我们回顾一下大概在1995 96年 当时我们说是第三次台海危机 后来根据一些美国相关官员的回忆录 还有他的一些官方的记录可以显现说 当时的柯林郑政府认为说 是因为他派了一个两个航舰战斗群 在台湾的外海 然后有实力 加上有很强烈的意愿 所以有成功的嚇阻 不过那是在26年前 27年前 那这一阵时间以来我们都知道 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中国大陆的军力 有很大幅度的这个成长 虽然在航舰的这个战力上 我们知道美国大概有十一十二艘 还是世界当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但是已经今非昔比 目前中国大陆是有双航舰 这样的状况是很难想象 在26年前27年前 台危机会发生 但现在出现了 那第二点我要讲的是 刚刚图卡上有提到说 现任的美国 这个印太司令部司令 阿基里诺他的一个讲话 我觉得基本上还算中肯 他怎么说 他说即便是认为说 两岸之间的凶险增加 但他不愿意提供 所谓的犯台时间表 但假设真正打起来 美国的贺阻是失败的 但是我们也不禁要问 过去两三年当中 在国际议论里面 一天到晚再讲说 2027年有可能爆发战争 犯台时间表的 就两种资料来源 第一个是媒体 比如说2021年5月的经济学人 斗大的标题是说 台湾是地表上最危险的区域 还有一些是比较学术性的估计 但是真正的源头是在哪里 其实是在美国的官方 美国的军事界 尤其是美国国会议员 爱问这一题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两三年 从现在的司令 阿基里诺 印太司令部司令 还有他的前身 就是戴维森 第一个是他戴维森讲的 就他在卸任之前 在参议院作证讲的 那之后的中情局的局长 副局长 包括参谋首长 林卿会主席 他们的上次 也讲过类似话 而且讯息是互相矛盾 到最后去年 我印象最深 是美国海军作战司令 他想说最快在今年 明年就是现在2023年 那有这么多的讯息 可是拜登又说 他不认为有利息性的危险 所以这些的放话和评估 其实很大比例 其实来自于美国 那我们要问说 那我们台湾自己判断在哪边 你认为台湾的凶险 可能出现时定点是如何 那因应这样的一个威胁 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有没有一点自己的战略自主性 人动性 还是只是随波逐流呢 还是认为说只要靠着一方 就非常非常安全 沾沾自喜 或是认为说美中越紧张越棒 我从来不认为天下大坏 天下大坏形势大好 台湾真的应该非常审慎去做相关的一些评估 这个要吵架就要挑事 什么借口都可以用 这个同乡会长 顶多说对这个永中派 永独派的有点争论了 他能做什么 对不对 他这么大把年纪 又没有养到黑道 他能做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有人去告他 他影响我们什么什么 这个美国就借机会 就拿这个来说事 第二个我补充刚刚赖教授讲的 为什么美国要停止这些将领说话 你知道这些将领为什么说话 每一个军种都碰到要换代的时候 那你的国防预算号称八千亿 但是不够啊 你看航母要不要换 要退了 对不对 航母上的F-18要全部退休 要统统改35B 那这是一大笔钱啊 对不对 空军第六代机要做 下面的这个F-18要换 这个F-22停产 都在在都是 先把威胁说得怎么大 然后兵推又是自己每次吃败仗 那言下之意是什么 钱不够 钱不够 所以这个问题啊 现在就觉得 刚刚赖教授讲的不错 我养了这么多钱 你还打败仗 对不对 所以shut up 闭嘴了 所以这个你们要看清楚 每一个军种 我在国防部看得很清楚嘛 三军总司令天天围的部长 围的总长就是要钱嘛 想尽办法要钱 因为都缺钱嘛 所以这个问题啊 大家要看这个要看着窍门 刚刚刚你这边还讲了一个什么 这个 美国说他都不回我话 就等于说 Please call me 打我个电话吧 布林肯就说 你要有保持跟我们接触的意愿 还有诚意 没诚意嘛 这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单相思的想法不是一样吗 那个马子根本不理我 在那门口晃来晃去 不理我 也不搭茶 就这种心态下 没这种东西 是 当然他自己认为高大上 英俊的 结果 美国 中国这个姑娘理的 不理你 很懊恼的 我对布林肯确实有点气急外怀 因为 他们确实需要 跟中国有很多要交换意见 而且需要中国帮他忙 不管在财政上 经济上 进出口 各方面 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真的是束手无策 然后对于拜登来讲 他刑举马上要到了 他再没有政绩的话 他这个刑举真的是不好打 但是问题就在于 美国一直是言而无信 言行不一 跟你谈实在是太累了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忙得要死 我怎么每天被你这样子 谈完了以后你又变了 谈完以后又变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确实是 不想再跟美国人 在那边纠缠不心了 那布林肯 我个人是认为 布林肯他认为 我们你看我们G7 已经团结在一起了 你就必须要听我的 你必须要跟我谈 我觉得这一套没有用 大陆根本不吃这一套 大陆眼中你G7 七个人 也不够就是七个小矮人 七个小矮人 你威胁我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的 这套威胁方法 确实是没有用 没有作用 不过我觉得您提到的 布林曼 布林曼他是努力的 想要提醒美国人 他说还有主要是要告诉 美国的很多政客 你们动不动就把中国 污名化说他是 警察的国家 然后认为习近平的政权 能够那么稳定 就是因为用了最严密的控制监督系统 他说可是你不要忘了 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 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的获得感 很明白的 所以大陆共产党把中下阶层的民众的生活 获得明显的改善 他得到的支持度是有很深厚的民意基础 因为人民的生活很明显的获得了进步 整个国家基础建设都发展一日千里 跟美国人来讲 美国人根本就是不同的世界的人 可是我觉得 弗里曼他有一点 那个判断发生错误 这个就是西方人的盲点 他认为中美为什么会交恶 那是因为中国的5G进入美国 而5G太强大了 美国突然间发现 就是说原来中国也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而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因为是数位化 所以可以监督到美国的生活 所以美国就断然对5G动手 对华为动手 胡说八道 我在这点我就完全不同意了 为什么说完全不同意 他前面讲的是对的 他说过去中国只能卖一些廉价的 初级的 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卖给美国 所以美国高大上 用的都是中国卖的卫生纸 这个纺织品 T恤 球衣 球鞋 这些低级的东西 所以他对中国看不起 然后也不在乎 你中国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根本不在乎 可是他今天 其实我觉得 弗里曼是白人的偏见是 他应该要回到务实的态度 为什么 因为他要诚实的说 其实是美国看到 中国的高科技的产品 压倒了美国人了 美国人害怕了 美国人就开始 用不理性的 用非法的方法 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例如说高铁 中国明明白白的赢了美国 美国一看到中国 可以坐出高铁 美国看到中国 可以坐出电动车 而中国的电动车 远远的就碾压了美国 中国可以坐出超级电脑 不输你美国了 中国可以 这个 登陆月球了 中国可以打出太空战了 中国发展的东西 都已经完全可以跟美国PK了 美国人突然间感觉到害怕 感觉到害怕了以后 就打压中国大陆 所以今天中美的贸易 或者中美的矛盾跟冲突 其实是来自于 中国开始在很多领域 跟上美国 甚至在部分的领域 超越美国 才产生冲突 拜托弗里曼 还是要讲点实话 你不能实话讲一半 当然 中国防长会面 这个是纯粹面对 那个奥利 美国的国防部长 想要跟他会谈 被拒绝了 那拒绝还不说 美国不是要制裁李尚福吗 说他等于是战犯一样 他干脆我就跑到俄罗斯 跟俄罗斯的防长见面 这就是很大一个耳光打回去了 第二个 他很实际的讲 当年解放军的所有的军事科技 大部分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你看为什么 现在新发展的这个基建 它用千二零 运二零 这二零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自己制造 可以我自己完全国产了 但是俄罗斯还是拥有相当多的军事科技领先的 你比如说核能潜艇 核能的鱼雷 和天上飞的飞行的飞机的飞弹 这都有它的长处 所以可以谈的 其实俄罗斯跟中国的这个军事互动已经很频繁了 去年已经听说俄罗斯可以派军队不带武器 光了两个手可以到中国大陆 开中国大陆的坦克车 开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船舰 都通 就表示说将来联合作战 语言的问题不是问题 因为它还有很多手段了 那今天这个合作当然日本很紧张 因为俄罗斯在太平洋舰队实力是不强 但是它的潜艇是够强 那中国大陆的水面舰够强 这两个配合起来 日本的威胁就很大了 因为你北方四岛 俄罗斯给你搞一个夺岛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造成日本心里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俄罗斯再支援一点北韩什么东西呢 北韩是恨日本恨得要死的 对不对 它也可以变成俄罗斯的棋子 来打局这个问题 所以大国博弈是双方找到 这个可以下手的地方都在那里动了 制裁本来效果就不大 因为俄罗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大的国家 又有黄金的储量 全世界排名第二 产量那跟不得了 石油天然西油这么的多 你还要制裁它 那我觉得那是至少没趣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因为美国跟日本韩国在 朝鲜半岛的南方东部 东南的这些地方 举行规模很大的空战的演练 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威胁朝鲜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那不一定 对中国来说的话 那也不一定 所以彼此之间当然都要思考说 如果美日韩侵略了朝鲜 就是北韩 那中俄要怎么样的同步的行动 我觉得中国的防长到俄罗斯去访问 跟普丁跟少尼谷一定会讨论到这个部分 还有对俄罗斯来说的话 他不排除你会对于我的南千岛群岛 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进行攻击 我在东部目前被卷入乌克兰的战事 你可能在我的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去对我的北方四岛 那么进行夺取占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对于俄国来讲 它必须要保持警戒 至少告诉你说我在看着 所以太平洋舰队马上提出这种紧急突袭准备 这个其实就告诉普丁说 我们太平洋舰队目前来讲 第一步的检查是合格的 它已经可以战斗 所以它的这些舰队马上就启动 还有空中的飞行器 这些战机就进入了俄罗斯科海 在演习区举行演练 接着他们就要往南走 要往南走要走到哪里呢 要走到夏威夷这个海域 那么也就是说它要牵制美国 在印太司令这个地方 那牵制什么呢 也就让你第七舰队必须要考虑 你要不要分散兵力的问题 对我觉得一定是把你拉回防 那中国也在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军演其实蛮重要的 就在光州附近的重大的演练 不说打什么 所以我们一直在猜是潜射 还是这个区域巨子的精准的 一个导弹的试射 我们都不知道 目前要看再过一两天 可能讯息就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动作 其实都告诉周边的国家 东北亚目前并不太平静 因为美日的韩的联合军演 其实威胁到这个地区的 稳定跟安全性 这个韩明讲的没错 因为台湾的军官 尤其高阶军官 磨练了这么多年 这个迁敌于海上 急敌于滩头 也是做了这么多演习准备 而也是台湾生死关头的 这两个东西 今天突然美国把这个非对称 推销到台湾来 那当然所有现役军官 就觉得存疑 我照你们这样做 我能守得住台湾吗 这是个关键 梅加苏我认识了 那个时候他还是上校 这个今天用梅加苏 我的看法有两个看法 一个潜舰国造 已经快要到关键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不管 台湾将来防徽作战 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那海军没有什么战术了 因为你空军没有空优的时候 海军就是死丫子一个 搞汉光演习 那是做一个模拟的假设敌 给防卫部队来用的 所以这个标题是错的 它不是在模拟海上的战术 那为什么要梅加苏呢 有一点道理是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生死关头 是最后摊头决战的 摊头决战的第一要项 就是要拿蓝 这个自海飞弹 熊风 熊二一 这个熊三 跟这个鱼叉 能够一个联合指挥 来对海上的拦截 因为台湾伤害最大的是 登陆的解放军 前面是海空军 他们对我们攻击 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是 我们的军事基地 飞弹基地 雷达 它目标不是攻击 这个老不姓跟城镇 也不是什么东西 所以台湾能不能守得住 是你这个反登陆作战的时候 能够把敌人的登陆传探给炸掉 那以前的熊风 熊二一 熊三 它是一个统一指挥的 那虽然这次给了这个买了鱼叉 可能还是会在一个统一指挥链里面 不能你各行各事 你不能说陆军说 这个我不给你用 这个一定要调配跟火力分配 所以这个时候用煤加速 我觉得有这么一点味道在里面 也可以认可的 那刚刚还没讲的 因为台湾的战略战术 给你做这么大的调整 没有军人有信心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我都知道这个东西又行得通 对不对 好 打游击作战 台湾的作战一直够吗 第三个 那几个政客叫白痴 卖圈 现在连非洲这么落后的国家 都不是用步枪在打仗 恐怖分子也不用了 我们还要买你的枪吗 我们以前库存的M1 M16 这个57 存货很多 对不对 而且我们205厂生产的速度很快 已经自动化了 你卖军火也不看看人家有没有 你在那里推销军火 所以而且 我不是讲 你把台湾看成什么非洲国家吗 拿步枪就 就主机手就把这个仗打完了吗 今天讲两句话 你美国来训练我 训练的不是这个新兵训练 你顶多说 标准飞弹 吃针飞弹 会不会用 怎么用 这是我们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的战机训练 由美国来 我是认同的 至少我们训练已经松势很多年 我们真正关键要的不是这个 是台湾的指管通勤 情报跟这个 作战的合成图像 能够让每一个低级指挥官都知道 敌情在哪 敌人在哪 友军在哪里 我的火力资源在哪里 这个东西要靠卫星 要靠这个指挥链 靠电战机 这个是一个整套的一个东西 我需要的是技术人员 跟关键装备 不是那个清兵器 大家没有搞清楚 我们空军要考虑的是怎么样 飞机能起飞 不能起飞就是 没有用 就等于被击落 因为你跑道怎么守护 人家的火箭弹 便宜的火箭弹 上万发的存量 打你 我们跑道没有的话 空军不就没有了吗 对不对 根本的问题 飞行员怎么培养 人家空军退 我说空军也讲了 你把那个退休的 F-16的总制教官 能够留下来 教我们的 我们最近牺牲掉的 都是年轻的飞官 为什么 没有人教 我们的老鸟都在那里 护航半飞 所以关键的问题 没人提出来 在那里胡说八道 如果美国一直在讲说 解放军什么时候 会攻打台湾 那这代表美国 对于大陆的 褐阻能力 是完全失效 因为褐阻要有效 那就是解放军不敢 或是不会 主要是不敢 来攻打台湾 这才叫做褐阻有效 那既然估计说 解放军会在哪一年 攻打台湾 那就代表 美国的军力 弱于解放军 所以解放军 根本无视于 美国的存在 可以攻打台湾 那这代表 美国自己承认 自己的褐阻能力 失去了 美军没有办法 跟解放军打仗 美军不敢 跟解放军打仗 所以解放军 才能够攻打台湾 才敢攻打台湾 这个就是 基本的军事逻辑 不然的话 你美国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 我能够 威责中国大陆 我能够 威责中国大陆 美国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为什么你要编 从五千多亿美元 编到八千多亿美元 就是因为 美军要建立一支 那么战无不胜 共无不克的 然后让敌人 让对手 温风尚胆的 这个军力 那这样才叫做威责 所以你看过去 美国的语言 都是威责中国大陆 让他不敢对台动武 那现在美国的军方 自己说解放军2023年 可以对台动武 2025年可以对台动武 或是2027年 会对台动武 那就代表 美国的威责力根本 对解放军不起作用 那就几种状况 第一个 就是美国不敢跟大陆打 第二个 美国打不赢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的评估 他可以完全击垮美国 因此他可以攻打台湾 那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 美国自己的将领支部 难道不是支扑其短吗 自己把自己说 我已经打不赢 威责不了中国大陆了 所以中国大陆 会在什么时间来打台湾 那这个就是逻辑的问题 所以美国无脚 大家现在要他们的 这些将领闭嘴 因为你自己本身 就不合你自己的逻辑 那你今天支扑其短 不过我还是讲一下 我觉得美国的政客 他要发枪给台湾的老百姓 那当然是要卖枪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那我以后我们的警察怎么执法 你以为台湾的老百姓 都是良民 我们的帮派火力比警察还大 那帮派火力比警察还大 那帮派很容易就控制几个 执法那个派出所的小镇 那很多小镇 不是就被帮派控制住了 那我是觉得简直是莫名其妙 那台湾的警察还敢走出门 还敢离开派出所 那台湾的老百姓 以后出去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背一把枪 因为跟人家吵架 回家拿枪 并双给你两枪 那还得了 这些人脑袋有问题 你看美国每天死了多少人 那些人都还要申请执照 那你今天每个人 都发一把枪的话 那么手上都有子弹 那不是到处吵架 就双你两枪 这个开玩笑 简直是开他国的玩笑 枪美国人 美国人发一支 你看美国人谁敢出门 哪一个警察敢出门 没有一个警察 没有一个军人敢出门 不要讲政客 政客嘴巴讲话也紧张得不行 因为他也害怕 他走在路上 叮一下就倒在路上了 我觉得怎么有这种人 就是不怕台湾人死不够多 小英我还在讲一句话 你不是要把台湾的战略 从过去的这个阵地战 朝遇战 转变成为城镇战吗 你要转变成城镇战 怎么转变总长改海军呢 告诉我们嘛 你到底你的战略思想 到底是什么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